魂后慵懒嗓音实力演绎摇摆曲风 来自世新大学的参赛者 展现稳健唱功与台风 拿下第二十届 舍我杯全国大专院校歌唱大赛 个人组冠军 自读世新 然后现在刚好 就直接来上世新的硕板 然后我就想说 那这个可以真的是我的毕业考 就很开心可以看到自己也进步了 世新不只有好声音 把握地主优势 与全国创作好手同台敬演 世新人与好友共组乐团 诉说男孩被抛弃的歌曲 获得评审青睐 暴走创作组冠军 我们昨天是第一次合过这首歌 然后我们今天表现出这样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惊叹的表现 本届团体组冠军 由东吴大学学生组成的Proportional获得 首次设立的说唱主冠军 则由冯甲大学无一千朵下 首尾杯全国大专院校歌唱大赛 走过二十届 为华语乐坛挖掘不少杰出音乐人 包括入围金曲奖的世新校友李友廷 而胜大比赛的幕后团队 是一群大学生 来自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系学会 我觉得有三分之一的选手是来自中南部 让我们觉得蛮开心的 个人组 团体组 说唱组加创作组 总共来了三百多近四百名选手 这样子下来我们蛮有成就感的 YT上面我们发了三个学校校访 前导片在IG跟YT上面都买很多广告 我们自己也算是对数位跟平台经营有点概念 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就 后面三个礼拜冲刺的蛮快 就是一天可能加四五十个报名书 我觉得真的非常不简单 我们常说十年磨一箭 那二十年就已经两把箭筹办 到去募款募资找赞助 然后规划整个所有的活动 然后到今天的决赛我觉得很感动 线上线下活动样样精彩细致 团队也邀请校内跨系所专业的 运动传播相关课程合作 由学生团队进行live转播 成功整合不同系所专业 架构成更完整的歌唱大赛 我很惊艳是说 一个部分是来比赛的同学的表现 真的是质量非常的好 不管是台风或者是音色 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的同学 可以印证就是我们传播贯穿 各学们的成功 因为今年四个奖项都 参赛者都非常非常强 很甘心自己有参与 然后也相信 也希望所有的喜欢音乐朋友 未来就是不断地支持 校园的歌唱比赛 手舞杯决策团队由大学生组成 熟悉童年龄层社交习惯 结合去为行销与企业品牌的力量 让传承二十年的歌唱比赛 让人不断创新走向全国 也持续搭向世新船管系的招牌 那我为大航空 耶 好耶